小萱 我去上班了啊 冰箱里有吃的 饿了自己热一下就能吃了 如果没事的话 别乱跑啊 小心找不到路 对了 这手机啊送给你 里面有我的号码 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 我昨天教你用的手机 学会了没 真漂亮 那应该你放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 昨天我跟你说的 注意事项 都记住了没 放心吧 我可是方家的小少爷 难道还照顾不了自己吗 那方家的小少爷 再见咯 大雨哥再见 喂 您好 是林凡宇先生吗 哦 我是 请问你是 我是警察 有人在你们家纵火 被我们抓到了 你快回来看看吧 纵火 小萱不会出事了吧 哦 好的好的 我马上赶回来 小萱 小萱你在哪儿 凡宇哥 怎么了这是 赶紧让我看看 伤到哪儿了 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 你傻啊你 我这才走了多大一会儿 你就把这房子烧了 我要是出差 你不得把自己给烧了呀 早上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都当饭吃了是吧 我 我 白云哥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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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的 我 我 我本来想做饭给你吃的 可是家里没火 我就在院子里生活 谁知道 一不小心就烧起来了 大云哥 我错了 你打我吧 算了算了 还好房子还在 就烧了个院子 烧出去就好了 乖 我最近啊 正打算把院子 重新装修一下 烧得好 这样我都不用拆了 对不起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乖 你没受伤就好了 听说咱家烧了 吓死我了 只要你没事就好 大云哥 乖 不哭了啊 你们俩认识啊 这就好办了 方野轩是吧 没有身份证 也说不出哪来的 你说怎么办 那个警察同志 这是我远方表弟 小孩子不懂事 出门啊 也没带身份证 他过两天就回老家了 这样啊 管管你们家这小子吧 好好的设房子玩 是是是 警察同志 我一定批评教育他 小轩你怎么又跑房顶上去了 快下来 太危险了 白云哥 你看天上的星星 跟家乡的一样呢 小赌座 你把我我也接上去吧 不开心啊 我是不是很笨 很没用呢 哪有 你看 你不是会轻功吗 在这个世界可没人会呢 不要安慰我了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做不好 就连这轻功 也是因为小时候不愿读书 怕被大哥抓住才学的 今天还把你家院子给烧了 我真是个笨蛋 哎呀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都说了没事了 怎么还为了这点破事自责啊 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 明天啊 你就帮忙收拾院子吧 你看看你这脸 抹得跟花猫一样 赶紧擦擦了 头不帅了 咱们现在可是一家人 你再跟我这么客气 我就撑气了啊 小军 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 当时 红月被坏人劫走 我去救他 哪知自己学艺不经 反而被打落山崖 红月为了救我 也跟着跳了下来 红月长得跟柳玉姐姐 一模一样啊 你说 柳玉姐姐会不会是 红月的转世 转世 不会吧 太不可思议了 蓝宇哥 我可以跟柳玉姐姐提亲吗 提亲 小军 小玉她不是红月 她现在有男朋友 那个李飞宇 前一世就赴了红月 这一世 她定然也是个复兴汉 我要把柳玉姐姐 抢回来 亲自给她幸福 小军 不管人家前世怎么样 这一世能修到一起 便是缘分 你怎么可以这样 拆散人家 柳玉的幸福 只有本公子才能给 不想理你了 你放我下去 蓝宇哥 你生气了 你这个笨蛋 蓝宇哥 你看这个木头人好看吗 挺好看的呀 你怎么想起雕这个了 柳玉姐姐的生辰快到了 我雕个娃娃送给她 她要什么没有 会稀罕你这娃娃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她的了 只能雕这个娃娃表达我的心意 希望她能感受得到 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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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天把她挂嘴上翻不翻啊 蓝宇哥 柳玉姐姐是你的妹妹 我对她好 你应当高兴才对啊 高兴你妹了 人家男朋友谈得好好的 你差什么组啊 见不见啊你 操 操 他妈受不了了 你给我滚出去 虽然我敬你是我大哥 但你也不能这样侮辱我的尊严 尊严个鸟啊 操 天天把柳玉挂嘴上 你妈老子对你这么好 你咋就不把老子挂嘴上啊 老子天天对着你这块木头 快腻瓣死了 说老老你滚了 滚 走就走 本公子还不爱待在这里呢 不悟 你 弟in 숙音 温 極 我 想 方叶轩你这个大笨蛋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 下这么大的雨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算了 我担心他做什么 这孩子没走 真是的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下这么大的雨 你就不知道躲一下 别站在老子这儿 不老子痛心心 老子一点也不心疼你 凡雨哥 我错了 你不喜欢我提柳鱼姐姐 我不提便是 你别生气了 操 你还挺 我 真是的 我跟你计较什么 算了算了 赶紧进来吧 你看你这一身水 过来 凡雨哥 我自己擦 没事 我帮你吧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有大哥了 凡雨哥 我会乖 你要是不想我跟柳鱼姐姐 在一起 我便不跟她在一起 反正她现在过得也很好 我不去打扰他们 凡雨哥 不要赶我走 你刚才赶我出去 我心里好难过 只要能跟凡雨哥在一起 不管是洪月还是柳鱼姐姐 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什么时候赶紧走了 我是在乎你才会生气的 放心吧 这里啊就是你的家 你想待到什么时候 就待到什么时候 我不会赶紧走的 老爷宣 你本该死啊 却因黑白无常失误 将你带入别的时空 现在本王亲自来带你回去 不要带我走 不 即使你们的事 为何要我来承担这一切 我不跟你们走 凡雨哥 凡雨哥救我 念错在我方 如今便在留你在这世上 多活三个月 你在这世上 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 你醒醒 赶紧了了吧 不要 怎么一头的汗啊 刚才还说梦话 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乖 我在这里 别怕 凡雨哥 这世间 有没有阎王 当然没有啊 小傻瓜 想什么呢 别害怕了 就算有阎王又怎么样 下次再敢来吓我们小萱 我就打爆他 三云哥 有你在身边真好 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 做这样的梦 难道 我真的只能活三个月了吗 小萱 你把菜啊放冰箱里去 嗯 好 帆雨 你怎么进来的 你没换门的钥匙 这里是我的家 就算没有换 谁准你随便进来的 帆雨哥 这位公子是 小萱 你先上楼吧 等会儿再吃饭 嗯 好 这是你新男朋友 嗯 你当初说 这辈子只爱我一个的 那是说给愿意跟我相守的上华的 帆雨 帆雨我错了 我当初不该离开你的 帆雨我悔改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们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哼 你家里破产了 想起找我了 回去吧 别让我看不起你 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不 我不回去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也不要我 我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上华你别这样 回去吧 我明白了 是因为刚才那个人吧 你爱上他了 所以不要我了对不对 是 我爱上他了 所以你回去吧 帆雨 家我肯定是回不去了 我也没有住的地方 求求你 求求你让我再住一段时间吧 等我找到住的地方 我立马就搬出去 好不好 求你了 我保证 我保证不会打扰你和那个孩子的 好不好 不准欺负小萱 他要是不高兴了 我立马赶紧出去 嗯 你好 我就跟雨鱼一样 叫你小萱咯 雨 好亲密的称呼 啊 见过上华大哥 你跟雨鱼认识多久了 嗯 有大半年了吧 才半年啊 我跟雨鱼是大学同学 当初 我们待在一起四年 后来大学毕业了 我爸妈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 就逼着我们分开了 还好 他遇到你这么好的男孩 不然 我就要愧疚一辈子了 你们在一起四年啊 哦 四年而已 这人的感情啊 不是时间能衡量的 说遍就遍 哼 当初凡雨 跟我海誓山盟地说 要一起一辈子的 这才过多久啊 他不就跟你在一起了吗 原来他是凡雨之前的恋人啊 那当初 你们为什么分开啊 说来 是我先对不起他的 我当初去了国外 把他一个人留在国内 听说他当时伤心得要死 啊 还好 都过去了 小萱 今天他家怎么样 上华没有为难你吧 哦 他跟我讲了很多你以前的故事 他都说什么了 你这么紧张作甚 我 我把他说什么不该说的 没说什么 不过 他是你以前的恋人吗 嗯 那你之前爱他吗 曾经爱过 那现在呢 如果不爱的话 又为何允许他住进家里 梵雨 你今天不上班吗 嗯 今天周末 你尝尝 我做的南瓜饼怎么样 今天怎么有空做这个 我做出来给小萱尝尝 再说了 你以前不也喜欢吃这个吗 来 张嘴 嗯 好吃 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好般配啊 梵雨哥应该是喜欢他的吧 只是 心里这种酸酸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心口好疼 小萱 你怎么了 怎么蹲在地上 我没事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心口好疼 哪里啊 我给你揉揉 这里 好点了 好神奇 反应该一揉 就不痛 四凡雨 我做了一早上的南瓜饼 你反应那么冷淡 这小沧一声 你就冲过去了 小浪蹄子 既然用装病来吸一反语的注意 真贱 方野萱 你所剩的日子不多了 你就打算这样浪费下去吗 你的心愿呢 难道 你在这世上 就没有任何心愿了吗 心愿 我的心愿是什么 我希望红月幸福 现在的她 看起来的确很幸福 还有凡雨哥 凡雨哥 凡雨哥最近好像不太开心 是因为上华哥的事吗 我想看凡雨哥笑 想给她幸福 想给她幸福 小萱 天气凉了 别老坐在屋顶上 小心生病了 没关系 那我也要上去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看月亮 想家了 凡雨哥 你是喜欢上华哥的 对吧 我们俩啊 是大学同学 在一起的思念里 真的很开心 向后欣赏对方 包容对方 很默契 很幸福 我们约定要一辈子在一起 可是后来 大学毕业了 我们的关系曝光了 她的家人 就逼着她结婚 如果不结婚的话 就不让她继承家业 我以为她不在乎这些 所以跟她约好一起四分 结果 我在车站 等着她一天一夜 腾来的 却是她的家人 和一帮子打手 原来凡雨哥和上华哥 有这么复杂的一段过去啊 那你的心里呢 你还爱她 对吧 小脑袋瓜都想什么呢 三玉哥 我一定要给你幸福 这就是我最后的愿望 小轩 我们晚上吃红烧排骨好不好 上华哥 我有话对你说 什么事啊 说吧 关于凡雨哥跟你的事 我跟凡雨的事 你想说什么 你喜欢凡雨哥 对吗 被你发现了 是 我就是喜欢她怎么了 我劝你啊 在我没出手之前 趁早离开她 惹恼了我 你连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本公子会怕你吗 小公子 那你怕什么呀 别以为你长得有几分姿色 就能迷得住凡雨 我告诉你 她的心 可一直都在我这里 我知道 所以 我会帮你 帮我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我就快死了 在我死之前 我要亲眼看到 凡雨哥幸福地活着 她喜欢你 你也喜欢她 所以 我要让你们在一起 你生病了吗 你之前抛弃过凡雨哥一次 所以 我要你用生命启示 这一次 若是再敢背叛凡雨哥 你就要遭天打五雷轰 是 我是背叛过她一次 可是跟她分开后 我就后悔了 不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有再多的钱 又怎么样 所以我回来了 我要跟她在一起 我不能离开她 你要用你的生命启示 我上话以生命启示 此生若再负林凡雨 便遭天打雷劈 五雷轰顶 好 我相信你 你放心 我会离开的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这话也信 小军 今天上话没惹你吧 你若是怕她惹我 就赶她出去啊 天天这么问 真是啰嗦 我们家小军有脾气了 本公子就不能有脾气吗 好好 那房家小公子 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大伙计啊 你是我什么人啊 我开不开心 干你什么事啊 小军 闹一会就行了哈 别这么任性 任性 你当我放月圈是什么 林凡雨我告诉你 我不是你养的小妾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 你分明就是对我有非分之想 上华跟你说什么了 你休要去怀疑别人 你本来就有龙阳之号 把我蒙在鼓里 当傻子一样傻着玩 那次 你分明就是借着酒意 故意行凶 是 我是对你有非分之想 可是我对你不好 我喜欢你 想把你捧在手里 想看着你快乐 想给你幸福 这有错吗 幸福 男人跟男人 真恶心 恶心 好 你觉得恶心是吧 你 你觉得恶心你滚呢 你还赖在这里做什么 你给我滚 我没有讨厌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求求你 不要喝 樊羽 吃饭了 不想吃 这段时间这么打扰你们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知道打扰 就快点搬出去吧 樊羽 你还跟以前一样 一点都不懂得给别人台阶下呢 你也不是需要台阶的人 樊羽 樊羽 咱们就不能好好一起吃顿饭 好好说说话吗 我没心情跟你吃饭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好绝情 我去找小薰回来 樊羽 你别走 你对他那么好 又有什么用 到头来 不过换来一句恶心而已 樊羽 回头吧 我在等你 吃什么 你瞧 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 快坐下来吃吧 我吃饱了 再吃点吧 不想吃了 那 把这杯酒喝了吧 我们干杯 这酒 不错吧 樊羽 我真的很爱你 我离不开你 你现在说这种话 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你 你在酒里放了什么 放了什么 放了能让你快乐的东西 你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以为你这样 我就会回到你身边吗 你做梦 做梦 樊羽 你抵得住这药的威力吗 就算你抵得住又怎样 你要是乖乖配合我的话 我会让你快乐 你要是敢反抗 你的小情人 可就危险了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 如果惹怒了我 会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你要是敢对小萱下手 我会做什么 你也了解 我这样死心塌地地对你 你都不肯用正眼看我一下 那个贱人 那个贱人到底哪里好 他说你恶心 他说你恶心听到了没有 林凡宇 你呀是gay 你以为每个男人 都会跟我一样喜欢你吗 只有我 只有我才会傻傻地爱你 房云哥送我的手机忘了带 这是他送我的唯一一样东西 我要回去拿吃来 你到底放哪儿了 是樊宇哥和上华哥 樊宇 樊宇 我看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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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宇哥 樊宇哥 我知从何时期 我发现自己 已经无法离开 可是 可是这一生 我只有你无法给你带来幸福 我 我不想你跟你在一起 我想与你相持相守 想跟你一起 瓜哥哥乐了你过一 Martha 可是 可不是我做不到 粉条哥 的话我爱你 你对不起 我要你离开了 求你不要忘记我 还是你够好了 还是 是阳王要带我走了 三云哥 虽然很不甘心 可是 我还是希望 你跟山王哥幸福 下一世 就算抛弃所有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再见 凌凡 方野萱 你这样做 值得吗 值得 你是要带我走吗 三个月的期限还未到 你还有一个月 我要用剩下的一个月 换饭欲格一生幸福 一个月换一生 不行 你若是不答应 我就算变成鬼 也要去向玉帝告绕 说你草菅人命 做疲生死 本王会怕你的危险 大人 求你了 你不是稳固我心愿吗 这便是我最后一个心愿了 求你满足我吧 本王依你便是 明日好好跟樊羽告个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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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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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 好 好 梵雨 你的吻 你的身体 你的眼神 都是那样的病了 我明白 你不爱我了 我不该强求她 叶轩是个好孩子 她为你付出的 我做不到 好好珍惜她吧 我走了 祝你们幸福 喂 喂 你好 是林凡尹先生吗 嗯 我是 今天早上 我们在江边发现了一个男孩 他身上的电话里只有你的号码 所以我们就打给你了 小萱 是小萱 小萱的手机里只有我的号码 小萱 小萱 你在哪儿 警察 小萱呢 小萱在哪里 先生冷静 我们带你去他的病房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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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萱你怎么了 你睡了好不好 你昨天不是说要吃红烧肉吗 快起来 咱们回家吃饭好不好 小萱 你醒醒 快 快起来 我给你买果汁 我买果汁给你喝好不好 小萱 小萱 小萱你答应我一声啊 我们刚刚对病人做了全身检查 他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 随时都会有危险 怎么会这样 昨天还好好的 病人的心脏已经出现衰竭了 生命体征也在逐渐消失 作为医生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我想 您还是提早做点准备吧 小萱你醒醒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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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不舒服 小萱 我错了 都是我不好 我再也不会对你发火了 不会惹你生气了 乖 起来好不好 咱们回家 小萱 昨天那些话 都不是真心的 反应 我爱你 可是 我撑不住你 我要走 你和圣华在一起 你一定要快快乐乐的 我会在天上 我好有 你们一生幸福 小萱 我错了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好不好 我爱你 我爱的是你啊 我不要跟那个少花在一起 你给我好起来 你不在 我怎么可能幸福 会有一镜子给我幸福 你听到了没 零四千听到这样的话 我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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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萱 你抱抱我好不好 我好冷 我小睡觉 小萱 小萱你别睡 胜出 一定会好的 你一定会好的 小萱哥 我想回家 小萱 快 别怕 我们回家了 别怕 我陪着你 我们不会再分开了 真的 小萱 小萱你的手怎么成冰 没关系 我抱着你 我抱着你 你就不会冷了 小萱 你不要离开我 小萱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的 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小萱我错了 你新新啊 你新新啊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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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的阳光未尋尸光线 光云影浮动的幸福时间 闭上眼轻易久了描绘出来 悄悄落在我心里面 专属你温暖的侧脸 安静的雨滴云然的画面 我和你相处的每个瞬间 站在倒数的边缘 你温柔视线 在虚幻的梦境中蔓延 哥 一起去玩吧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哥 都过去一年了 你别伤心了 日子不还得过吗 我真的不想出去 哥 你都快得自闭症了 我没事 真的 你们出去吧 听说你们隔壁新搬了一个帅哥 一起去跟邻居打个招呼嘛 别烦我了 出去好不好 哥 你今天要是不出去 我就不走了 扶了你了 走吧 走吧 哦 太好了 出去遛繁语喽 您好 我是隔壁的 小萱 您好 我叫叶聪 前两天搬过来的 请多多关照 小萱 如果这样能让你幸福 我情愿退缩 我要用剩下的一个月 换饭一个一生幸福 你不猜 我怎么可能幸福 终究会听伤 你听到了没 承认我们注定错过 仍有思念 渐渐斑驳 灰色的天空包裹的世界 我默默把回忆顺序向前 握紧抱树的世界 想回到从前 在拼凑的幸福中沉灭 如果这样能让你幸福 我情愿退缩 独自在角落 不去隐晦 喧嚣的寂寞 记忆情愿的时光 终究会褪散 就算我越来越不舍 生活的阳光 就是你的暖心 我默默把回忆顺序向前 我默默把回忆顺序向前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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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y 如果这样能让你幸福 我情愿退缩 独自在角落 不去理会 喧嚣的寂寞 记忆情愿的时光 终究会褪散 就算我越来越深 也能幸福就值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